第159集 他挺直美好的线条 在太子眼情不自禁的上下扫尸中 魏洛一顺不顺的盯着太子眼 声音一提 清脆有力的说 窃此次前来 是带夫主问君一句 楚人已败 近帝只有君在 敢问君子 君欲以一己之力 抗窝强近乎 这句问话中 含着进君精灵惯有的张狂 自信不可一世 性格懦弱阴沉的太子眼 顿时一睁 如他这样的人 谨笑慎微惯了 魏洛这种毫不客气 开门见山的询问 领得他的心突突的一跳 一时之间 竟是愁愁不能言 魏洛悠然一笑 他的身子向后一仰 沐浴眼明镜无比的看着太子眼 声音清脆 而温和的说着 妾真不知君子所求何也 我求的自然是权力而自 此次秦人应处所求出兵 情力皆存 现在楚人已退 君若随楚退去 仍不负仁义之名 楚人已退 太子眼脸色顺势一变 他不敢置信地盯着魏洛 盯着他的一脸从容 魏洛看到他这个模样 淡淡一笑 气静神贤地说 楚主帅公子武 已经被我父主斩杀于阵前 公子吉仓促逃回 此事过不了几天 便应传入君之耳目 太子眼寻思了一阵之后 见魏洛一脸自在地持久蔓隐 便把心中的忧虑抛开 轻哼了一声 毫不客气地说 夫人前来 为朔可呼 他的声音一落 便看到魏洛怜悯地盯着他 被魏洛这样的美人 用这样的眼光盯着 太子眼心中大怒 不过他忍辱负重惯了 当下吞下了怒火 只是目光沉沉地盯着魏洛 隐约间 太子眼在愤怒之余 也有着强烈的不安 看来 楚人是真白了 不然他一个妇人 怎敢用如此眼神看我 魏洛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不愿 物资目光清亮 一派悠闲地看着太子眼说 君曾参加 齐进联军公楚一战 想来 公子对我夫主精灵的 私君之威 知强横 应是心中有数的吧 现在君子手中有精兵二十万 这二十万精兵 或可与我夫主之私君一战 只是这一战之后 二十万秦人 还有几个 可以归国呢 魏洛说到这里 秦太子眼脸上愈怒少趣 目露沉思之色 这时魏洛清脆的声音如流泉般响起 太子已是秦之太子 此战若败 却不知公子乙 公子迪 以及梁 苏 诸臣 该当如何呢 公子乙 公子迪 梁 苏 正是秦国内 与太子眼作对 与他斗得不亦乐乎的老对手了 魏洛见到太子眼眉头一皱 不由一叹 叹息声中 他持起了几伤的九孙 抿了一口 感慨地说 唉 却真不知公子所求何也 就算此战 公子侥幸得胜 也不过依然是一个秦太子 作有所得 不过是魏帝一成之力 然太子若败 公子乙 公子低等人 必会以太子损拼折将 得罪强龄为借口 对太子大力攻击 道德那时 太子之位 恐怕难倒吧 哎呀 却真不知 公子所求何也 这一次 太子眼眉又回答 他低着头 紧正眉头 久久不语 是啊 自己非有精兵二十万 可这二十万精兵 与进军精灵的十万资兵相比 最多也只是堪为匹敌而已 可他的身后还有整个经过 还有源源不断的金足补充 这一战 自己打他不过 眼前这夫人说的不错 自己打又打不过 可败 是绝对败不起的 不错 楚人若真败了 我就趁势而退 此时随楚退去 还费不得重进重义的美名 哈哈哈哈 太子眼想到这里 哈哈一笑 含着真诚的笑容 那滚圆的性眼中满是热情 这一刻的他 浑然是以魏洛以前见过的模样 似乎魏洛刚才所见的阴冷的太子眼 只是他的错觉而已 魏洛知道 太子眼整个态度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话半信半疑 他在等主人战败的消息传道 魏洛连忙站起 还以一礼 还笑盈盈的说着 太子盛勤敢不从命吗 当天 魏洛果然在魏城住下了 这一晚 魏洛居住的地方 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太子眼的私君 这阵容之事 只把他住的小小的住房 围了个水泄不同 就连伺候他的势臂中 也夹了两个修炼刺客之道的女子 这种情景 直到第三日中午 这一天 太子眼匆匆赶来 恭敬地请他赴宴之后 异常客气地表达了他的善意 看来 楚人败退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他的耳中了 当即 魏洛提出告辞离去 太子眼几次相留之后 见他离去的心意异常坚决 便秘密地送给了他三车珠宝锦段 魏洛看着这个又是笑得异常真诚的男人 心中明白 他这是亡羊补牢 想通过自己修正与精灵的关系 以魏洛所料 精灵出登位 必有一番作为 还真是抽不出时间来 对秦楚两国展开报复的行动呢 因此他欣然领受了太子眼的美意之后 才在太子眼的笑颜中转身离开了魏城 魏洛走出魏城后第三天 便收到了秦兵撤退的消息 秦仁这一退 后来果然蒙得了世人的赞美 众人纷纷评说 秦仁果然是信守承诺 先是驻楚攻进 楚一退 自军也退 秦楚两军退去之后 留给近人的是荒无死寂的 韩、范、魏、三成 这三成的百姓 都已被秦楚之人掳去当了奴隶了 要让这三成恢复元气 少说也得有五六年的功夫 两国大军退去后 只敢在禁地边境游走的 掳掠的北敌 也只能退去了 北敌在秦时 便称为匈奴了 现在的北敌 虽然擅长于单兵走马 不过因为马蹄铁和马央等物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完成了任务的魏洛 坐在马车上 急急的向新田赶回 马车前充当御夫的是稳弓 后在左右的骑士 是另两位宗师 不过这一次 魏洛的任务完成的特别的顺利 这三位隐藏在他左右的助手 都是没有派上用场 坐在马车中的魏洛 清除的感觉到 这三位老臣 看向自己的目光中 已经变得尊敬了 这是魏洛第一次从稳弓的眼中 看到了尊敬 不管是谁 能以一己之力 退去数十万大军 免得生灵涂炭 都是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的 四人知道 国军现在必然十分担忧魏洛的安全 因此 他们这一路上快马加鞭 日夜兼程 他们终于在半个月后 赶到了新田 此时的新田城 热闹得一如既往 依然是人流如潮 依然是车水马龙 魏洛看着看着 不由一阵恍惚 正当他东张西望时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几声贺声 让开让开 速速让开 急喝声中 还有马鞭鸡在空气中 发出的呼啸声 这时 稳弓两个人已经先行离去 只有一个宗师 在充当魏洛的御者 在身后急冲而来的马踢声中 魏洛马车缓缓 向街道旁边驶去 他的马车刚刚驶到一旁 啪的一声 一个长鸡鸡在虎穴中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重重的响起 鞭声中 一个剑客沉声的鹤道 老匹夫 速退 这一个剑客鹤骂的老匹夫 自是给魏洛驾车的宗师 能修炼到宗师境界 都是心性非常的人 那剑客骂得毫不客气 这宗师 却是毫不动怒 他如一个普通的老御夫一样 毫无二话地赶着车 再向街道旁退了退 魏洛听到这鹤骂 大是诧异 不知来者何人 竟然在纪律言明的心田如此张扬 魏洛转头看去 这一看 他顺时睁大了双眼 四辆骑车的马车旁 左右各有一匹白马骑士 让魏洛瞪大了眼 一时回不了神的 是第二辆马车的左右的那匹白马骑士 这个人 二十来岁 浓眉连成了一线 脸孔瘦长 双眼明亮一长 却是承熙 数年不见 没有想到 却在心田重逢了 这一下 魏洛真的是恍惚了 他蒸蒸地看着依然笑得灿烂 依然目光明亮之极的承熙 在承熙的身上 看不到时间流逝的痕迹 三四年了 魏洛已经由那个黑小子 变成了大姑娘 可是承熙呢 还是老模样 似乎时间 从来没有在他的身上 留下半点痕迹 几年过去了 剑师高义 已经变成了公子义 素 已经变成了义信君 只有他 依然如故 策马前奔的承熙 仿佛感觉到了魏洛的目光 他搜的一转 便向魏洛看来 可是 这时的魏洛 一袭白袍 头戴纱帽 车帘飘荡间 引荐气质高贵不可攀 身姿美好如神女 面目却是不可见的 承熙一眼瞟来 只是瞟到了那双 让他有点熟悉的沐浴眼 就是承熙皱着眉头 回头向魏洛的马车张望时 他前面的马车中 传来了一个清亮 有点张扬的女声 是 数年没回新田了 好想见到八星啊 这个声音依然熟悉中带着陌生 魏洛抬头看去 这一看 他对上了一个圆脸大眼 皮肤白镜中 透着健康的淡棕色的少妇 这个少妇 正是精灵最为宠爱的妹子 十三公主 她本来是被精灵发配到了边城 无事不得轻易回到新田的 看来 她这一次来 是庆贺公子精灵成为晋国国君的 十三公主的声音一落 承袭旁边的马车车帘一掀开 露出了十三公主的丈夫 大夫文氏那张文静的脸 文氏点了点头探着 唉 人也 一别 树在意 她说到这里 昂起头来 四下打亮着新田城 魏洛望着十三公主扬长而去的马车 过了很久 都是一脸恍惚 说不出是遗憾 还是畅往 直到马车再一次启动 魏洛才清醒了过来 十三公主 还是依旧的模样 看来文氏 对她极好 她的脸上 都看不到成熟的印痕 那种自信张扬 依然如少女时 魏洛想到这里 不由低叹了一声 她的叹气声刚刚出口 给她驾车的御者 突然说了一句 以夫人此次之功 是可以让国军出城相迎 那种风光 岂是这些人的张扬所能比 魏洛笑了笑 她转过头 打亮着四周的行人 轻声地回道 算了 一路成了 这一次她回到新田 包括吻公在内 都向她要求说 她暂且留在后面 由他们派人向国军报信 务必让国军慎重出营 让所有的贱人都知道 她此次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 魏洛拒绝了 说实话 她是有那么一点 跃跃欲试的 可是魏洛仔细想了想 真要是让精灵出城相迎 让百姓夹道欢迎 风光是风光了 也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呀 一直以来 魏洛偶有张扬时 都是情势所逼 真要让她像一只孔雀一样 嚣张得意地展示自己 她还真是有一点不习惯呢 魏洛一拒绝 吻公便不再劝说了 她这时已想到 不管魏洛做什么事 她终究只是一个富人 这般大张旗鼓地吹嘘一个富人的功劳 好似是有点不妥吧 于是 吻公再也没有提起 当然 魏洛并不知道 吻公是如此想来 他要是知道吻公的心思 多半便会强行要求风光入城的 现在 他们已经都进了城了 这个宗师又就化重提 实在是多余了 一路上 魏洛频频失神 他在新田生活了一两年了 自然很少出门 可这里的一切都是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无数次在他的梦中重现 当然 新田城之所以入他的梦中 也是因为这里 住着那个让他久久不忘的男人 一路走来 百姓们谈论最多的 是关于现任国君的一切 现在秦楚两国退兵的消息 还没有传到百姓的耳中 因此 这种议论中 更多的是对战争的猜测 以及隐藏的不安 那宗师驾着马车 带着魏洛 直接来到了公子精灵府 现在精灵公子 已经成为国君了 这公子府 只能说是别愿了 不过 这镇子新田诸事繁多 人员复杂 他一上台 便是一连串命令发布 已经狠狠地得罪了很多人 在这个时候居住在晋王宫中 并不安全 所以 精灵一般都是回到公子府居住的 一回到府中 那宗师便告辞离去 而魏洛的面前 左右两排都跪了四个士币 这些士币 多半是老面孔 众女扶在地上 低着头 大气也不吭一声 透着一股紧张 是了 我说的士币的脸 几乎贴到了地面上 他颤声地说 君上有言 富人若智 府中 一切都由富人做主 魏洛听到这里 大是好奇 他眨了眨眼 轻声一笑 府中一切都由我做主 如果说来 我若杀了你们 都无人敢质疑 他见这士币 脸白如纸 颤抖不已 便忍不住 想戏弄一番 魏洛的话一落 那士币已经贪软在地 整张脸都是 结结实实地贴在地面上 浑身直如斗坑 魏洛见他如此惊恐 有点异性索然 他脚步一提 漫步地向前走去 一边走 魏洛的声音 一边淡淡地飘出 都起来吧 一句细言而已 谢夫人不在之 谢夫人不在之 魏洛的声音一飘出 他的身后 齐刷刷地败倒一片 这些士币 虽然没有过分地得罪魏洛 却也从来没有 给他过好脸色 魏洛这一表示不计较 他们顿时大喜过望 魏洛没有回头 竟直向前走去 当他来到主院外时 脚步不由已顿 这主院 是公子精灵 常年居住的地方 这里充斥着 他太多的回忆 魏洛想到这里 苦涩的一笑 他再次提步 继续向前走去 不一会儿 魏洛来到了后院 这后院第一间 便是他曾经住过的寒院 其实魏洛并没有在这里 认真住过几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清楚地记得 这寒院的印草一幕 每一个角落 也许是因为他居住时 是处于最紧张 最不安的时候吧 魏洛滴滴一叹 脚步跨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月机 下期再见